欢迎动音确定,我是你们的热狗 现如今机械技术发展的区域成熟 渐渐的机器人被冠上了很多身份 他们有的是温柔可人的家庭助手 有的是神经百战的消防员 有时也会出现在手术室 协助医生完成高难度的手术操作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现如今在全球备受期赖 据福布斯新闻网称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是目前市面上最成功的手术机器人 达芬奇最早在2000年 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认可 截至2018年10月 全球已经有4000多台达芬奇手术系统在临床使用 有超过500万的患者受益于这一技术 但是如此尽量的手术机器人并非是实权实美的 在过去几年也曾经出过不少事故 比如在英国2015年进行的首例机器人心办手术 机器人把病人的心脏放错位置 还戳穿了大动脉 使得原本严肃的手术被搞得像游戏中的闹剧 结果这位病人也因机器人手术中的帮倒忙最终去世 达芬奇现在已经发展到第四代 技术已经进步了很多 它消除了医生的手颤抖 增加了医生的灵巧性 降低了医生的手术疲劳感 使得手术变得数字化 手术的创变比较小 由于技术垄断 在美国售价为1000万人民币的达芬奇机器人 到了中国的售价变成了2000万元一台 但是在中国目前有80多台 共完成近几十万例手术 欢迎走进医生音 好吃好玩有趣都逼东西 我们这里通通都要没选解释 快上车 好玩